来看是在花莲有位国小五年级的学生 立定之下要当台地的施工人员 而且用的方式是自学 自己跟水电师傅来请教 现在两年过后了 他能够独自完成外工庭园的照明设施 成为了小小水电工 工作迅速地爬上梯子 专注的眼神让人好奇 他到底在做什么 只见小弟弟拿着老虎钱捡电线 不怕被见到 一颗灯泡一个塑胶瓶 加上木棍和电线 就是戴昌玉平常的玩具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对水电产生兴趣 还在外公家的园子 装了许多小型的电线杆 只要打开开关 整排路灯亮起 把庭院照得通明 戴昌玉的技巧熟练 不论是接电线还是修电器 通通难不倒塌 电风扇电汇都要修理 但小弟弟先不下来 现在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觉得水电很酷 希望未来能到台电上班 你觉得台电很伟大吗 嗯 联合报徐廷央 华联报道 合 Stick Oきます 优优优独播剧以